朱婷,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球员,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做完了手腕手术,就再也没有回归中国女排,一直以来,大家都期盼着朱婷能够回归球队,帮助中国女排重返巅峰,因为朱婷是中国女排的一面旗帜,更是中国女排的头牌核心,没有了朱婷的中国女排,战斗力上大打折扣。 在国际赛场上,很难与顶级强队抗衡,但是朱婷一旦上演王者归来,球队就有机会在巴黎奥运会再冲冠。 其实,朱婷目前正在一甲出战联赛,通过上个赛季的恢复之后,朱婷的手腕伤情对于自己的影响越来越小,朱婷也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竞技状态。 本赛季,她希望通过一甲联赛和欧冠比赛,全方位提升个人竞技状态和水平,从而为明年巴黎奥运会的大爆发奠定基础。 所以说,大家也很希望朱婷在本赛季的一甲联赛和欧冠比赛大放异彩,希望看到朱婷的一些精彩的发挥。 而就在一甲联赛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,传来了朱婷的三大喜讯,也让中国女排球迷热血沸腾。 首先第一个好消息是,朱婷第二轮联赛,高效率砍下21分,成为了全场MVP。 这对于朱婷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,更是对于朱婷能力的一种认可,朱婷的表现有目共睹,她才是这支球队的定海神针,更是这支球队的头牌核心。 看到朱婷如此火爆的状态,真的非常令人欣慰。 其次第二个好消息是,朱婷连续第二轮一甲联赛入选最佳阵容,也就意味着朱婷的状态延续性稳定性极强,能够持续入选最佳阵容。 暗示着朱婷未来一定可以达到新高度,能够重返生涯巅峰。 第三个好消息就是,朱婷本赛季的重扣更多了,手腕更加敢于发力了。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,暗示着手腕伤情几乎不会对朱婷带来太大的影响,基本得到痊愈,朱婷回归巅峰只是时间问题。 朱婷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巅峰很可能在2024年到来,届时恰好回归中国女排,率队重返奥运冠军的领奖台,而朱婷必然会成为投工之臣。 看到朱婷如此火爆的状态和恢复良好的手腕情况,无疑让球迷吃下定心丸,更让主教练蔡冰勒开花,中国女排重返巅峰,指日可待。 目前国内台超联赛也即将开战,恢复了主客场后,联赛水平更高,竞争更激烈,也会保持好国手们的状态,相信中国女排也会在新周期打出更好的成绩。